忽又是七月初一日,狱中旧历,每逢月朔便献一番历事。 那日烧过了纸,众老子们都去吃酒散服,从下午吃起,直吃到黄昏时候,一个个鸣鼎烂醉。 那一干囚犯,初时见狱中宽纵,已自起心月牢。 那中有几个有亲食的,密地叫对付些利器暗藏在身边。 当日见众人以罪,就便乘机发作,约莫到二更时分, 狱中一片声喊起,一二百罪人一起动手,先将那当牢的镜子杀了, 打出牢门,将那玉立牢子一个个砍翻,撞见得多是一刀一个。 有的躲在黑暗里听时,只听得喊道, 太爷平时仁德,我们不要杀他。 直返到各衙,杀了几个左二官。 那时正是清平时节,城门还未曾闭, 众人纳声喊,一哄逃走出城。 正是,熬于脱雀金沟去,白尾摇头再不来。 那时裴安清听得喧嚷,在睡梦中惊觉,连忙起来,早已有人报知。 裴安清听说,却正似顶门上湿了三魂,脚底下荡了七魄, 连声指教的苦,悔道, 不听兰孙之言,已至于此,谁知道将人待人,被人不仁。 一面点起名状,分头追捕,多应是海底捞针,那寻一个。 次日,这桩是早报与上司之道,少不得动了一本。 不上半月,已到汴京,奏章早达天听,天子与群臣一处。 若是裴安清是个贪赃刻薄,阿语产宁的,朝中也还有人喜他, 只因平素心性刚直,不肯屈奉权贵。 况且,一清如水,奉姿之外毫不苟取,哪有钱财,银元是要。 所以,无一人与他辩冤,多道。 纵求越狱,点首者不得此其责。 又且杀了左二,独留刺史,事数可疑,何当拿问? 天子准奏,即便披下本来,着法司差官,扭借道经。 那时,裴安清便是重出世的少妇,再生来的妒母,也只得低头受妇。 却也道,自己素有正生,还有变白之处,叫兰孙收拾了行礼,妇女两个同了押借人启程,不择一日来到东京。 那裴安清旧日住居,已奉圣旨抄没了,同扶数人分头逃散,无地可以安身。 还亏得郑夫人在时,与清真冠女道往来,只得借她一间房子与兰孙住下了。 次日,轻衣小冠,同押借人道朝后旨,奉圣旨,下大礼玉居审,即刻便自进牢。 兰孙只得将了些钱钞,买上告下,去狱中传言寄语,担茶送饭。 原来裴安清,年衰厘迈,受了惊慌,又受了苦楚,日夜忧郁,饮食不尽。 兰孙设处送饭,网字费了银子。 一日,见兰孙挣到玉门手来,便唤住女儿,说道, 我气色难当,今日大愤必死,只为为人慈善,以致招货,累了我儿。 虽然罪不吉奴,只是我死之后无路可投,作弊为奴,定然不免。 那安清说到此处,好如万箭钻心,长嚎数声而绝。 还喜未及会审,不受那三木囊头之苦。 兰孙跌脚垂胸,哭得个发昏章第十一。 欲要领取父亲失守,又倒是朝廷罪人,不得善变。 当时兰孙不顾死生厉害,闯进大理寺衙门,哭诉越狱根由,哀感旁人。 幸得那大理寺卿,还是个有公道的人。 见了这般情状,侧然不忍,随即进一道表章,上写着。 大理寺卿,大理寺卿陈某,堪得襄阳刺事陪席,辅自辛劳,低防正拙。 虽法尽多数,自甘天谴,而反情无惧可表尘心。 今已必领雨,一从宽带,扶起速将天恩,设其遗师归葬。 一张朝廷,优待臣下之心,陈某惶恐上言。 那真宗也是个人君,见陪席已死,便自不遇苟求,即批准了表章。 蓝孙得了这个消息,还算是黄莲树下弹琴,苦中取乐。 将身边所剩余银,埋口棺木,故人抬出尸手,成练好了。 停在清真罐中,做些羹饭,浇垫了一番,又哭得依佛出世。 那裴安清所带盘废,缘无几何,到此已用得干干净净了,随时已有棺木,殡葬之资,毫无所出。 蓝孙左思右想,道,只有个舅舅正宫,现任西川节度使,带了家眷在笔,却是路途闲远,万万不能搭救。 真正无计可施。 世道头来不自由,只得手中拿个草标,讲一张纸写着,卖身葬妇四字,到灵就前拜了四拜,祷告道。 爹爹阴灵不远,保奴前去,得欲好人。 拜罢起身,擒着一把眼泪,抱着一腔怨恨,忍着一身羞耻,言皆喊叫。 可怜裴兰孙是个娇滴滴的闺中厨子,见了一个陌生人,也要面红耳热的,不想今日出头露面,思念父亲临死言辞,不觉寸长剧烈。 正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但兮祸福,生来运渐时乖,只得寒羞忍辱。 父兮智雇亡身,女兮皆渠痛哭,纵叫血染涓红,避仓不念穷毒。 又倒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街上卖身,只见一个老妈妈走进前来,欠身失礼,问道。 小娘子,为着肾事卖身,有嫩般愁容可居。 仔细认认,吃了一惊道,这不是裴小姐,如何到此地位? 原来那妈妈正是洛阳的薛婆,正夫人在时,薛婆有事道经,常在陪家往来的,故此认的。 蓝孙抬头,见是薛婆,就同她走到一个僻静所在,含泪把上相氏说了一遍。 那婆子家醉意眼泪出的,听到伤心之处,不觉也哭起来,道。 原来尊父老爷遭此大难,你是个患家之女,如何做的以下之人? 若要卖身,虽然如此骄姿,不到的便为奴作弊,也免不得是个偏房了。 蓝孙道,今日为了父亲,就是杀身也说不得,何惜其他。 薛婆道,既如此,小姐请免愁烦,洛阳县留次时老爷,年老无儿,夫人王氏要与他取个偏房。 前日曾嘱咐我,在本处寻了多时,并无一个重义的。 如今因为洛阳一个大姓,让我到京中相府求一头亲事。 夫人常便,主妇亲侄王文用,带了身架,同我前来便访,也是有缘,遇着小姐。 王夫人原说,要个德荣两全的,仅小姐之貌绝世无双, 卖身葬妇又是大孝之事,这事时有九分了。 那刘次时仗义书才,王夫人大贤大德,小姐道比,虽则全时落后,尽可快活终身。 为之遵义何如? 蓝孙道,但凭妈妈主张,只是卖身为妾,垫入门庭,千万莫说出真情,只认作民家之女罢了。 薛婆点头道,是。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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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秘处,得来全部费功夫。 当下一边是落难之计,一边是父后之家, 并不肖争短论长,以字一说一众, 整整对足了一百两雪花银子, 递与蓝孙小姐收了,就要接她启程。 蓝孙道,我本为藏妇,故此卖身, 须是完葬事过,才好去的。 薛婆道,小娘子,你截然一身如何完的葬事, 喝不到洛阳成亲之后,那时每留老爷差人埋葬, 何等容易?蓝孙只得依从。 那王文庸是个老成才干的人, 见时要与姑父为妾的,不敢怠慢, 叫薛婆与她作伴同行,自己常在前后。 东京到洛阳,只有四百里之城,不上数日,早已到了刘家。 王文庸自往借库中去了, 薛婆便悄悄地领她进去,叩见了王夫人。 夫人抬头看蓝孙时, 果然是,知粉不失,有天然资格, 梳妆略适,无半点尘分。 举止处态度从容, 欲言时声音七晚。 双额贫醋, 魂如西子入吾时。 两家寒愁, 正似王强慈汉日。 可怜妩媚清闺女, 全作追随, 唤世人。 当时, 王夫人满心欢喜, 问了姓名, 便收拾一间房子, 安顿兰孙。 拨一个养娘服侍她 此日便请刘元普来 从容说道 老身今有一言 相公信物称怪 刘元普道 夫人有话即说 何必讳言 夫人道 相公 你岂不闻 人生七时古来兮 今你受尽七时 前路几何 并无子息 常言道 无病一身轻 有子万世足 就欲与相公那一侧侍 依来为相公持证 不好妄言 而来未得其人 姑且隐忍 今取得汴京陪侍之女 正在妙龄 一起财色两绝 愿相公立她做个偏房 或者生得一男伴女 也是刘门后代 刘元普道 老夫只恐命令无四 不欲耽误人家幼女 谁知夫人如此用心 而尽且唤她出来见我 当下 蓝孙小姐一步出房 倒身败了 刘元普看见 心中想到 我观此女 怡荣动止 绝不是个以下之人 便开口问道 你姓甚名谁 是何等样人家之女 有甚是卖身 蓝孙道 见妾乃汴京小民之女 姓陪小民蓝孙 父死无资 故此卖身殡葬 口中如此说 不拘暗地里偷谈泪珠 刘元普向了又向道 你定不是民家之女 不要哄我 我看你愁容可拘 必有隐情 可对我一一直言 与你做主分忧便聊 蓝孙初始隐晦 怎当的刘元普再三盘问 只得将那放囚得罪缘由 从前至后细细说了一遍 不觉泪如涌泉 刘元普大惊失色 也不觉泪下道 我说不像民家之女 夫人几乎误了老夫 可惜一个好官遭此驱惑 盲向蓝孙小姐连称得罪 又道 小姐身计无一 便住在我这里 待老夫选择地基 殡葬尊翁便聊 蓝孙道 若得如此周全 此恩为天可表 相公先受见妾一拜 刘元普慌忙扶起 吩咐养娘好生服侍 陪家小姐 不得有为 当时走到厅堂 即刻差人 往汴京 迎陪使君灵救 不多时 福就到来 去好前堂礼宪令灵救 一起到了 刘元普将来 共停在一个庄厅之上 备了两个祭言拜殿 张氏自领了儿子 拜了王夫 元普也领蓝孙 拜了王父 又言一个有名的地理师 捡寻了两块好地基 等待腊月即日安葬